哈喽,大家好,吉祥如意 今天是星期天 也就是我们现在新年的初六 明天就正式进入我们的初七 初七是什么? 初七就是一般每个人都会说的就是人日 大家的生日 初七是人的生日 那么明天也是一个星期一 哈喽,吉祥如意 那么明天也是一个星期一 所以也是一个星期的开始也是非常好 那么在这边大概就比较短和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就是给我们的朋友收听的 让你们知道明天初七嘛 但其实在通圣里面明天就几乎就是没有这么吉利 不是非常吉利 所以希望大家明天这个初七就是尽量的 就是心情非常愉快 那么初七呢 人日这一天我希望大家可以在明天午餐时期的时候 午餐的时间吃这个 如果你想要得到一点帮助 在明天午餐也好 最好是午餐吧 很少午很少早餐嘛 所以大概说午餐或早餐可以的话 吃一点面条的 面 面类的一些食物 比如早餐我们可以吃什么 早餐我们可以吃那个经济面 经济面 午餐我们可以吃什么 我们可以去吃日本拉面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象征性在这个明天的这个初七 明天的这个初七 明天又是吉卯 吉卯日 那吉卯日呢 吉卯日就是 当然那些属鸡的朋友稍微要注意点 注意点就是这一天呢 不要有什么冲动之向 不要冲动之向 这样反而就没有事 那么大致于说一般的人 可以的话明天早上 起床了我们要上班的时候 因为也是很多人会在明天开工 那么早餐如果你们有经常去咖啡店吃的话 我们就去咖啡店叫一碗面 或一盘面 筋筋面也行啊 但我个人认为呢 明天吃什么最好 日本拉面 这个对于我们在明天的这个运势来说 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我们在要在这个初七 想要稍微就稍微的庆祝一下 是可以的 那当然明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子 来捞鱼生 所以 就是明天是初七啦 也是一个星期 在这边就是要比较 接一个 晚上这个比较短的时间 大家还没睡觉 可能现在还 还早 还可以看 那么我还在office 只想说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明天很多人开工的时候 早上去上班 第一课就是你可以先吃一包啊 或一盘的面 午餐呢 可以去吃这个日本拉面 这个拉面呢 可以帮助我们的运势 在这个初七里面 当然有一些人会在初七吃汤圆 但是我觉得明天是非常好的日子来吃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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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条 吃拉面的好 日本 日本拉面都好 不然就是可以吃面就吃面吧 这样都是非常好的 可以帮助你们自己的运势 稍微就是说庆祝一下 华人习俗嘛 初七都是人日 人的生日 每个人的生日 所以同时明天我们上班的时候 开工的时候 看到朋友 但跟大家多一点的祝贺 除了说一声新年快乐 也可以和每个人说 哎 生日快乐 因为是人日嘛 那么在这一边呢 我也就提早先祝大家这个初七 人日快乐 那么在这边也和你们先 每天都可以和你们说一声 新年快乐 OK 新年快乐 这个新年呢 是挺忙的 但忙的过程呢 也是非常开心 今天一开始教八字课 可能我稍微有点开心过头 但是我 我我我我 这个忙是好的 这个忙是好的 那么希望大家明天呢 这个这个 这个星期一开工也好 还是上班也好 多祝贺 多庆祝 享用美食 记得跟那些属马的朋友 多打交道 hello多一点 因为今年马生肖是最旺盛 所以一定要跟马的人 多和谐一点 多合作一点 尤其马跟老虎啊 狗啊 羊啊 这三个生肖是非常容易合在一起的 而且是最容易可以得到他们的 啊 就是属虎 属狗 属羊 最容易得到马的这个 吉星的相助 所以 大家可以 不妨 找一下你环境 有没有人属马的 啊 跟他们 明天呢 出去吃午餐 你要请他也无所谓 那么吃午餐的时候 啊 可以说 吃面呢 不要吃饭啊 这样是不错的 大概是这样吧 所以今天这个短短的视频 这个晚上 就要和大家分享 明天初七 我们可以吃些什么 来加强我们的运 改善我们的运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 明天可以做些什么 就是多祝贺啊 多和大家说好听的话 跟属马的朋友多接近一点啊 明天祝贺啦 但是上都是这样 就保留 心情愉快 开开心心 好 就不打扰大家 在这个晚上 所以就和你们分享 这个初七人日 每天应该要做的一些 小小的一些 Tips 好 晚安大家 吉祥如意 Good night